当地时间4月26日,西藏自治区2019年度藏传佛教学经僧人考核晋升格西拉让巴学位立宗答辩即颁证仪式在拉萨大章四举行。 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答辩,来自西藏各大寺的12位考僧均获得该学位。 至此,西藏或藏传佛教格西拉让巴学位的僧人增至126名。 据西,格西拉让巴是藏传佛教格鲁派僧人修学显宗的最高学位。 该学位考试分为预考和立宗答辩,两次考试全部通过者才能取得学位。 在2018年的夏季预考中,12位考僧通过了辩经、文化知识、时事政治等考核,获得2019年度的立宗答辩资格。 当日巴时许,数百位僧人和信众陆续来到大招寺千佛廊,共同见证了考僧们立宗答辩的全过程。 区别人数不 nouveaux教学家,纽约和信传佛教格西拉让巴该是修正的 память、 当我们终于保留家我们的同事, 只能保留自己的保障, 而我们终于保障所有的孩子们终于我们的家族。 在答辩中 面对正僧的问难 已经潜心修学佛法25年的考僧 凭做淡打和其他11位考僧 都显得胸有成竹 他们先后坐上考僧席 接受众僧的大考问 最终均顺利完成答辩获得学位 在本书中 都显得胸有成竹 在此间举行的颁证仪式上,中国佛教协会西藏分会会长 格西拉让把考评五员会主任祝康图登克朱活佛 向十二位考僧颁发证书并祝贺词 西藏自治区副主席孟小林向考僧赠送了五彩段、加沙等 截至目前,西藏自治区藏传佛教学经僧人 考核晋升格西拉让把学位立宗达变已经连续举办了十五届 先后有126名学经僧人获得这一学位